慢生活快娱乐 欢迎来到快点娱乐 根据最新的福布斯香港富豪榜上的资料 现年69岁的刘兰雄以135亿美元的身家排名第八 折合人民币大概是880亿左右 刘兰雄一生风流 有过两段婚姻 三子四女 但她的三个儿子的命运却大不相同 刘兰雄的三个儿子各自有各自的母亲 目前来看最受刘兰雄宠爱的 当属现任妻子甘比的儿子刘仲玄 近日甘比在社交平台晒出的和三个子女 到农村体验的照片 甘比右边戴着眼镜 低着头的正是刘兰雄最小儿子刘仲玄 今年八色刘仲玄飞头大耳 脸型和身形都像其爸爸刘兰雄 小小年纪气质已经沉稳的感觉 曾经有人分析甘比受肿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他生的女儿和儿子都长得很像爸爸刘兰雄 特别是儿子 这张趴在刘兰雄背上的照片 真的像是迷你版刘兰雄 试问看到儿子长得这么像自己 怎么会不宠爱呢 而且甘比的儿子越大越像爸爸刘兰雄 长大之后戴上眼镜的样子 加上几分沉稳的气息 真的有几分爸爸的霸气 2017年的时候 刘兰雄将自己的身家做了一次分配 他把旗下企业价值约113亿的股份 转给了甘比两个孩子 其中女儿占35% 儿子占65% 甘比作为信托人 也就是说8岁的刘仲学 已经拥有73.7亿的股份 后来刘兰雄的大儿子刘明伟 更加将自己原本持有的价值 23亿的股份卖给了甘比 转到甘比及孩子的名项 据传闻 刘兰雄还送了不少珠宝和房产 给这个受宠爱的小儿子 所以仅仅8岁的刘仲学 身家很大可能已经接近百亿 比起8岁就坐拥 接近百亿身家的弟弟 刘兰雄和原配所生的长子刘明伟 对爸爸的身家就表现得十分看得开了 在甘比的日记出现之前 刘明伟跟在刘兰雄身边做生意多年 本来是被看好做接班人的 虽然刘兰雄对长子还是有感情的 但甘比这个后妈并不是简单的人物 加上甘比的日子更加的受宠爱 刘明伟的处境变得十分被动 17年刘兰雄分身价的时候 甘比和子女分到了700亿 刘明伟大概分到了200亿 当时刘明伟还是公司的主席 但是得到大部分股权的甘比 渐渐让自己的亲人进入公司 甚至在刘明伟不知情的情况下召开会议 之后刘明伟就突然宣布 卖掉手上的股份给甘比 彻底退出了爸爸刘兰雄的公司 其中缘由耐人寻味 虽然刘明伟主动退出战场 等于放弃刘兰雄几百亿身家的争取 但他最后还是分到了大概200亿 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刘兰雄的三个儿子里面 最惨的是前女友吕丽君生的二儿子 刘子峰 他四岁就跟着妈妈被赶出豪门 将来很大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 刘子峰和姐姐刘秀莹一样 一手好牌被妈妈吕丽君打烂了 吕丽君曾几何时 也是刘兰雄很疼爱的女友 刘兰雄对吕丽君所生的一对子女 也很宠爱 刘兰雄曾经给吕丽君生的女儿 买了价值2.5亿的珠宝 但是后来吕丽君和刘兰雄分手的时候呢 闹得很难堪 子女也受到了影响 刘兰雄说过回到家 女儿连爸爸都不叫一声 因为和妈妈吕丽君不和 刘兰雄对他生的一对子女也很下了心 据传刘兰雄一气之下 收回了吕丽君子女名下的所有物业 也在期间会名单上取消了两个的名字 吕丽君一对子女将来可能连一分钱 零用钱都拿不到 不过和刘兰雄分手之后呢 据媒体估计 吕丽君从刘兰雄那里 也得到了约20亿的分手费 那也就是说 吕丽君的子女将来的经济情况 也不会太差的 在豪门中 有时候啊 好的出身也并不能保持一生富贵 香港众所周知的富豪 一定少不了刘兰雄 说起刘兰雄也算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了 这个养活了全港一半八卦周刊的男人 他的情史和财富一样丰厚 刘兰雄早期的几任绯闻女友全是女明星 关芝林 蔡绍芬 洪兴 李嘉兴 都是超级大美女 而周后期挑女人口味则明显发生了变化 1996年彼时 洪兴和袁建英已经退出了刘兰雄的后工团 而蔡绍芬和刘兰雄的感情 也即将画上了句号 刘兰雄的绯闻女友里 只剩下适量行凶的关芝林和李嘉兴 战况震撼 但其实这时候呢 大刘的口味却已经暗戳戳的发生了百变 有人说前期的刘兰雄把目光都放在了女方的外形上 早期的绯闻女友 个个都是有着倾国倾城之貌的女明星 而周后期的口味则比较重视办事能力 这种转变由90年代公开的女友王颖渝开始 王颖渝肯定不是超级大美女 但绝对蓝血 她父亲是高官 而且极其聪明能干 是刘仲多女友中唯一敢与巴气的大刘公开叫板的女人 王颖渝出生于一个律师之家 父亲是大法官王建秋 哥是医生 姐姐是律师 而王颖渝本来也很优秀 23岁的时候就已经取得英国和香港的大律师资格 可以说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大才女一枚 1996年年轻轻有人介绍认识刘兰雄 加入华人志业成为她的私人助理 短短一年就成为刘兰雄的女友 短短两年 王颖渝就完成了职场三级跳 28岁时已经是华人志业集团总经理了 刘兰雄与王颖渝 于2011年分手 王颖渝宣布离开华人志业 加入青红大律师的律师事务所 曾为王颖渝闺蜜的吕丽娟 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吕丽娟虽然算不上是娱乐圈的人 但是因为学历很高 所以对于刘兰雄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 而且她还给刘兰雄生了孩子 对她跟其他女明星肯定是有不同的 不过终归最终胜利的果实 还是被小渝记出身的甘比拿了去 有很多人分析过原因 好奇刘兰雄为何最终会选择甘比 可能王颖一样 这其中离不开甘比出色的办事能力吧 甘比在做渝记期间认识了很多明星 从一个小小的渝记变成了传媒界一姐 甘比的实力自然是很强的 当时战衣剑被称为渣男 就是甘比做的报道 包括梁永奇插组这件事情都是甘比发现的 后来李泽楷的恋情 甘比也积极地去报道 就连女方的长相都是在甘比的帮助之下 大家才能拍到的 而且甘比和很多圈内大佬关系也很不错 包括周星驰等人也非常欣赏甘比 平时甘比还会和郑秀文等人一起去做公益 这些都无一不反映出甘比出色的工作能力 跟极高的情商 后来面对吕立军不顾一切发布了公开信 表示她才是刘兰雄的太太 甚至说甘比私生活混乱等等 甘比则用隐忍取得了刘兰雄的任性及疼心 最终胜出被成功转正成为香港女首富